体育赛事带您看到东岸联盟U18的棒球邀请赛 赛事来到第二天 台东先联队进行预赛的第二场赛事 对上了华林体中 尽管被华林体中是以8比5击败 不过呢东体的外野手林振华仍有不俗的表现 在后半场呢上场带打 敲出了一致安打 东岸联盟U18棒球邀请赛 目前在台东体中热闹开打 昨天面对西院高中顺利开户的地主队台东联队 今日面对强敌华林体中一路苦战 可惜最后无能翻转战局 以8比5吞下今年赛事首败 比赛前三局由台东联队取得领先 后攻的台东联队率先展开攻势 第一棒潘正宇在安打上雷后 便以脚程对华体型花投手 赖后成进行压制 拼拼到雷占取得点圈 最后靠着队友的高飞球跑回全场得第一分 打高在中左半边方向 见高不见远 但这个球的距离来看一下 三蕾跑者是决定要回到本蕾得分 而台东联队今天的先发投手罗君恩 一开赛也展现出压制力 主头三局只被打出一支安打 且搅出三次三阵 但也送出三次四坏球 前三局结束台东以1比0领先花体 随后花体的反击 在第四局台东联队的先发投手下场后展开 一开局便掌握着台东野手的失误上蕾 并靠着接连的安打攻下5分 奠定胜机 最终花联体中便以8比5收下胜利 其中曾夺下打击奖第一名 U18世界杯国手台东体中的林振华 延续木棒联赛的手感 今日赛事后半段上场带大 也敲出一支安打 据教练指出林振华表现相当稳定 且自我要求高团队精神家 接下来将备战王真志杯赛事 这两天的比赛其实都是蛮平均的 就是不会特别的突出 也不会说特别的差这样子 他都可以保持在很平均 让大家觉得说不会有那种落差很大的一些问题 对 然后其实对他这个选手我们其实蛮放心的 他的那种领导能力还有自我要求蛮高的 所以他有些时候训练当中 他都是先坐在前面 让其他的选手去看到他 不管是训练啊 还是不管是做什么事情 就像可能帮助球队的一些管理的事情 他都可以亦不容辞地帮忙教练服务大家这样子 没有 他们大概就是国内很不错的青方队伍 然后虽然我们也都是四强 然后今年打到四强 之前就很常队到他们 就是都差个几分这样 一开始是很大的落差 然后到现在都可以咬得蛮紧的 就是代表我们球队都有成长 所以还是希望跟他们交手这样 就是慢慢磨练大家的经验 据叶明家总教练指出 林振华上累几率相当高 对其他球队来说是具有破坏性的打者 每个被赛打几率至少都有三成相当稳定 毕业后将挑战终止选秀 未来表现精彩可奇 记者江碧润 台东市报道